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估计有些熟悉 那么这个人你认识吗 这个人你了解吗 其实这些都是同一个人 他就是江青 诸法 书法的三属罪行 辞世青春 证据辅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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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无形 无声 无色 诸童细沙发过岁月的沙漏 当时间在日月来去 草木荣枯留下痕迹的同时 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无法解释的谜团 江青就是其中之一 他本是一个山东的乡下姑娘 他本是一个山东的乡下姑娘 又是上海的电影明星 还是毛泽东的夫人 他曲折的人生历程 就是时间留下的一个谜 他的名字本身就是一个谜 江青并不姓江 他姓李 那么他到底有几个名字 这是今天的山东诸城 1914年3月 江青就出生在这里 一直渴望生出贵子的父亲 为他取名李进海 也许是因为贫困 江青没有留下童年的影像 七岁时 李进海考入学堂 由于他长得又高又瘦 学间被其改名为李云鹤 这个名字跟随他度过了在小西班里走南闯北的少女时代 1934年 在万花筒一般变换无穷的大上海 20岁的李云鹤开始了演艺生涯 这几张就是他的剧照 为了能配合日后的出名 他为自己缺了一个多许时尚意味的名字 蓝瓶 意思是蓝色的苹果 这是左翼话剧《那拉的宣传海报》 蓝瓶正是和知名演员赵丹主演了这部话剧 风动了上海 蓝瓶这个名字 也被载入了左翼文艺的史册 1937年8月 蓝瓶来到革命分剧地远安 他在登记名字时写下了江青 取名江青就是清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意思 从此他真以江青这个名字 看出一番胜于蓝瓶的事业来 就像名字一样 江青的一生中还有很多难解之谜 若想把江青的谜团一一解开 我们只能达成时光机器 逆行而过 向时间取证揭开他的神秘面上 这指针在操纵着世界万物的命运 世界就在时间流淌的过程里更改 江青也不例外 他与毛泽东结婚之前 先后有四次婚恋 那么 这四次婚恋都是怎样开始的 又是怎样结束的 对于他的人生轨迹都有怎样的改变呢 1931年 17岁的江青 因为主演了田汉创作的话剧 《无上的悲剧》 在济南生名雀起 也打动了富家子弟裴明伦 他嫁给了裴明伦 这段婚姻是他摆脱了为生计四处奔波的日子 然而封闭四合院里的单调生活 很快就让江青厌倦了 仅仅两个月后 他便抛弃丈夫 奔上了去青岛的列车 这是青岛大学的老照片 在这里摸到图书管理员工作的江青 以中共学生领袖 郁启薇同居 他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后 天津市第一任市长黄敬 1933年春天 在青岛的一个码头仓库里 江青在于启薇的介绍下 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为他后来的人生 忽电了重要的异地 一年后 这段婚姻随着于启薇的被捕而宣告结束 逃到上海后的江青 重新投身演艺剑 他期待自己可以成为大明星 但这里人才济济 像王莹 王仁美 周璇 这样比他演技好 名气大的人 有的是 根本轮不上他 江青需要一个靠山 帮助自己成功 就在上海淮海路的这个房子里 江青先后与著名影评人唐纳 以及著名导演张敏同居 唐纳 唐纳 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 精通英语 唐纳的影评文笔流畅 颇有见地 张敏则是上海首居一职的戏剧导演 江青借唐纳之笔作为天梯 在当时最著名的电影期刊《电通》杂志里登上了大明星的宝座 有借助张敏的推荐 主演电影《王老五》大获成功 这部电影是江青唯一流传下来的电影拷贝 《王老五》大获成功 哈哈哈哈哈哈 李姑娘 给你袖子给我捅捅好 好呀 哎呀 死鬼你 你不要理 我以为你是个好人 原来你也是个坏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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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上海 江青终于出名了 但他的婚恋风波 导致张敏妻离子散 唐纳为他先后两次自杀未遂 也导致他自己的名声败坏 没有人再和他签约 当年江青就是从这扇小门中走出去 奔赴了人生更大的舞台 延安 此时的延安正是自己动手风衣俗食的时期 到处都在大搞生产 一派欣欣向人的景象 妇女在生产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当时在延安的妇女基本上都是出身贫苦 参加过战斗经历过长征的革命战事 与之相比 无论革命资历还是政治水准 江青都显得浅漏了许多 但很多人都想不到 这个不被看好的上海大明星 却嫁给了中共的最高领袖 毛泽东 时光不加限制的向前滚动 时机决定着一切 就像花朵只能世纪绽放一样 每个人的命运也都会因时机而变 那么是什么样的时机 是江青与毛泽东相识 他们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结婚的呢 关于他们的相识 历史上有两种说法 取江青传记载 1938年 在延安的一次文艺演出中 江青主演了京剧《大鱼杀家》 就是这次演出后 江青和毛泽东握了手 并且谈了话 这是不是江青第一次跟毛泽东见面 不得而知 当时毛泽东经常到基层讲学 因此 还有人说 江青是听毛泽东的报告时 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这座天主教堂 就是当年中共中央党校所在地 在1937年11月 江青来到这里参加学习 此时 担任中共党校校长的是李维汉 他的任期是1937年5月至1938年4月 据李维汉回忆 中共中央党校确实请过毛泽东讲哲学 从时间上